他這邊我們剛剛參觀喔 因為我方苑地區也相對的有非常多的所謂的養菇類 那因為有的養菇它都是屬採用所謂的室內的吹冷氣的 那個太空包他們就有回收回來 那因為你要用室內的話就不會放農藥 所以相對的它也是有機的 加上它的這些動物的糞便進去之後 那變成在這邊能夠變成所謂的有機肥類 那在這個過程中它的機器可以把水給分離出來 就是所謂的藻液 藻液現在提供給60多家的農牧場他們在做使用 那我們這部分也會繼續在做推廣 另外的話它所生產出來後續的這個有機肥 現在也得到我們農委會的一個認證 那下個階段我們就是幫它繼續來推展這個有機肥 讓我們這個土地呢減少更多的這個化學肥的一個產態 那透過這樣循環再利用 我想我們的這個農地也好 我們的所吃的東西也好 會越來越健康 最重要是它每年透過這樣的系統 每天可以減少7噸多的碳排放 所以可以說真的是糞便變黃金最好的一個點力 也希望說我們所有的農民們農戶這個續產業能夠呢 以這個為標杆 我們繼續一起努力打造一個畜牧大線 同時也是一個乾淨的友善的一個畜牧大線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漢堡畜牧場 它可以說是這個糞便變黃金最好的一個案例 那它從太陽能發電一起到這個早期發電 然後到現在的早渣這個分這個糞便變成有機肥 這在在的是把我們這個一般大家非常厭惡的這個豬糞 然後把它變成發電的變成有機肥的 能夠循環再利用的一個很好的一個典範 那這個陳董事長他本身在這邊有4萬多頭的這個豬 那我們都知道彰化線的雞 以及我們的這個牛是全國最多 豬呢是全國第三大 那相對的我們整個彰化線產生所謂的這個畜牧的這個廢棄物是非常的大量 那我想透過這個典範我們未來會繼續來推廣喔 像它這個過程中從它的這個早液可以提供給 目前就提供給65個這個農牧場在使用 那透過早液大家就不用再去用所謂的化學肥 那再來的話我們現在還會持續在這部分再繼續再去加強喔 那它呢每年呢透過這樣的一個回收再利用 每年可以省掉7點多噸的這個碳排放喔 那所以說對於我們整個的這個空氣的這個品質也是有很大的幫助 那它呢又透過一些新型的一些技術 比如說施教授提供的這個菌 它讓整個的場域啊沒有不會湊齁 那也讓它達到最好的一個功效 那它這最主要它的整個的一個這個電的發電啊 一年可以有130多萬的這個度電喔 那可以說對於我們現在缺電啊也是一個非常大的 每年的話我們目前已經有超氣發電的話喔 那發的電呢是有三台超氣發電機呢 一年的話可以花到一百三四萬度 但是我們是賣給台電 賣給台電是差不多一百萬度 因為有三十萬度是那個前處理要用到的這樣 我們這裡喔 一人化的電呢都是賣給台電公司的 因為這個發電耶 像超氣發電是二十四小時每天每天在才發電 那我們自己要用電的話 不一定都每天每個小時要用那麼多電 所以我們自己的牧場的管理需要用的電 都是台電來的空間 對 台電來的 這些這些綠色能源發熱電喔 太陽光電啦 還有超氣發電 還有那個那個空力發電 我們那位小朋友都是賣給台電的 所以我們這邊的這個廢取處理是採用三段式的 廢取處理就是所謂就是糞糞尿豬 這個豬是吃得多啊 他的大小便每天都有 我們三段式 第一階段就是故意分離 就固體跟液體分離 固體就是糞便跟尿水分離 糞便的話 我們看到糞便就送到這個肥料工廠 作為肥料的燃料 尿水的話 尿水裡面還有很多養分 還有很多養分 就抽到用這個管路 抽到這燃氧發酵 讓它產生燃氧發酵 會產生燃氧發酵 這是第二階段就是燃氧發酵 燃氧發酵之後 第三階段就是耗氧發酵 耗氧發酵是把 就是打風進去到水池裡面 讓這燃氧鏡 把這些污染污染 讓它分解掉 降低COD 然後再排放出去 採用三段式 三段式就是說糞便 可以拿來做肥料 把這個尿水拿來燃氧發酵 產生燃氧氣 燃氧氣裡面的這個 這個夾丸子 這個尿高 是一個 是一個很好的 這個發電的一個動力 動力來燃 就是這樣 今天